HELLO 早安 嗨 你好 我是幽哥的 I'm Yuga 今天在巔峰我奔的大象 大家應該猜到我想要玩哪一隻輔助了吧 答案就是 夸克 夸克呢 他天生就是被大象克 看到選夸克的話 通常對面射手一定會出的 拉維爾 因為他二技能可以免控制 所以我拉不到他 這場要用的裝備是全服第一名夸克 他的ID非常有趣 叫做夸克奪命靈環鉤 超級有趣 他出了魔攻流裝備 我一看驚為天人 因為他這一套一看就是他自己配的 而且不是來亂的 為什麼 你們注意看 先撇開他的原力輔助裝不講 就講他的第三件跟第四件 能量法球跟極寒之戶 都是偏向有坦度 有冷卻 有魔攻的裝備 有沒有發現 能量法球好像有2000點生命 然後有魔攻有冷卻 CP值很高 只是他要有一點時間的堆積 再來是極安之戶 增加了大量的物防 增加自己的坦度 然後一樣也有冷卻跟魔攻 所以這一套 我們就來巔峰試試看 畢竟這個巔峰 ID看不到 沒有人發現我是幼喜 開玩笑的開玩笑的 一開始我玩夸克 現在都比較喜歡 一等就跑去抓對面的射手 因為一等的拉維爾 沒有二技能 非常好拉 而且通常 你很高機率都能拉到 而且能騙到射手的瞬移 騙到射手的瞬移 這代表什麼意思 現在遊戲是 他大概30秒 交了瞬移 那瞬移的冷卻要2分鐘 120秒 所以他要在2分半的時候 瞬移才會轉好 2分半是什麼概念 就代表說他等一下打魔龍戰 他是沒有瞬移可以用的 只要隊友有去抓他 拉維爾應該會數掉掉 OK 我們的二技能 冷卻好 草叢一拉 拉到了莉莉愛 成功帶到手殺 哇 這夸克他的奧義是帶純潔 非常的有趣 這純潔是可以減10%的冷卻 10%冷卻呢 搭上他的輔助裝 能量法球 極寒之物 剛好能到達40%的冷卻 最高%的冷卻 大家 你說這套裝備推薦大家試試看嗎 我自己覺得 如果對面剋星很多的話 真的不推薦 像這場 拉維爾我拉不到 然後莉莉安我也很難拉 他的位技能很多 拉到了我大招也吸不到 所以這場 還是要看陣容 再來一點是 如果對面坦克很多的話 我就不推薦你這樣出 因為他沒有魔法傳統 對吧 對面坦克如果出個仙靈 我這個魔攻拉過去 傷害就會很低喔 這邊吸到拉維爾 那塔野推掉了 我們這個前期很順啊 先拉過來 結果頭怎麼被我撿到了 這個輔助前期212 我會不會被檢舉啊 人家是 戰機太爛被檢舉 啊我是玩輔助 戰機太好被檢舉 被射手跟塔野法師檢舉 我們這場法師是藍 藍我們前陣子有出影片跟大家介紹 現在很夯 很多人玩他 大家也可以玩玩看 也可以試試看 當然就是推薦藍去走中路 因為走輔助 就前期很軟 然後又沒什麼傷害 又沒有人可以探草 這個拉之瘋啊 他叫瞬移照樣拉過來 趕瞬移 我們就趕拉 我們的法球快出了 我們去上路幫一下他的超人 超人感覺要被塔殺了 這邊想要拉龍馬 懶拉他有一隻兵 超人死了 我想要守塔 吸過來 吸到兩個 殘血的砲車 這個有點硬要拉 圖倫殘血 然後這個莉莉安拉到 莉莉安直接被塔帶掉 我們塔野守下來了 對面瘋了吧 塔最後掉了 因為兵線來了 我覺得對面瘋了吧 為了殺一隻輔助啊 圖倫殘血 莉莉安死掉 拉到你的 你看 真的很難 拉得到拉維爾 可是他後續開二技能 我大招也吸不到他 真的是很難啊 這版本的夸克 雖然很多人ban他 但是也越來越多人知道 對面只要選夸克 他就應該要選什麼角色 去做一些counterpeak 去做一些預防 這邊 短了一點 拆一點拉到毒輪 短了一點 我們 喔喔喔喔喔 我們家許雀仁幫我 變場 這個做塔可以拆 我已經把塔拆掉了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到有人玩超人 因為超人這版也是很難玩 對吧 他也很難推 有位移技能的角色太多了 所以超人已經不能像以前一樣 推到之後就可以一直推到底 一直推推推 現在只要推到一下 對面的人都會叫瞬移直接跑掉 哇這邊 小尷尬 拉茲直接大招貫穿 爆炸了爆炸了爆炸了 爆炸了 藍也死了 我拉了一個龍馬 好像不太對 那我們的大法球 就是能量法球 已經出來了 剛剛中左草 好像看到龍馬 龍馬 這邊人特別多 還有一個拉茲 我們一樣用勾勾探個草 人特別多 人特別多啊 這座塔 這座塔可以守守看 這邊拉到欸 我本來想說我們要守塔了 因為對面的人 剛剛好像有四隻 我們只有三個 沒想到拉到一個莉莉安 蘇有點太衝了啦 太衝動了 圖倫我也很難拉 位技能真的太多 這邊只能吸的 吸到 漂亮 蘇你快點走 我把龍馬拉過來了 我幫你擋了 蘇你快點走 你不要再回來了 你怎麼這樣走 這有點尷尬啊 蘭 交給你了 超人 超人 推到一下 結果他這個 快快快飛起來 第二下沒推到 完了 蘭再見啦 我怎麼覺得我們這場 好像前中期 我的畫面裡很少出現齊了 對對對 打野你加油 第一下沒有拉到莉莉安 這個莉莉安 是不是你就有點 忽視我了 再來 拉到 吸起來 真的很難耶 拉到 不見得吸得到 對吧 又拉到 拉茲直接被秒 就以為 剛剛莉莉安被我打殘 拉茲也被秒了 所以拉個龍馬過來 感覺上能打 結果我們的書 沒有根 這個就 問題很大了 不然我覺得 這感覺上我們能繼續追著打 這有點尷尬 這個龍馬 他的走位更尷尬 直接拉過來 再吸一波大的 結果對面四隻 我怎麼覺得 對面的默契跟他們的團結 都非常非常的好 就是他們永遠在打架的時候 他們人 一定是比較多 然後他們的配合真的好好多喔 不然 好不容易吸到兩個人 也沒有用阿 現在快要15分鐘了 有魔神凱撒 我們先把視野站好 齊爾直接開動耶 是可以開動啦 因為他們的兵線很差 你看他們上下兩路 超人繼續推 這邊就 就只能吸了 那我剛剛有把拉茲拉過來 拉茲殘血 超人繼續推 齊爾是把凱撒放掉啦 我們稍微繞一圈喔 喔 有機會喔 這邊不錯喔 我們繞一圈 逛了一個街 結果隊友把對面的人殺爛 那我們超人還在下路基去推喔 這個莉莉亞一定要留 因為隊友可以推塔 一定要留 走去哪裡 吸起來 吸到 他剛好跟我重疊還吸得到耶 因為有時候 人家跟奎克重疊的話 大招是吸不到的 因為他只會吸正前方阿 沒想到這個凱撒不用吃 對面團滅耶 魔公牛夸克 這場玩起來我覺得 好難玩 主要還是 我覺得主要還是角色啦 我只要選下夸克 對面一定會選那種衛技技能很多的 對我真的很難拉 拉得到 他們交一個衛技技能 我大招就吸不到 那魔公牛夸克 就不推薦給大家了 不推薦 那趕快幫影片點給大家的喜歡 我是又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然後 試圖 Ahmed pen